一出登基门 媒體簇擁而上 高雄市長韓國瑜 結束為期8天的訪美行程 早上5.56分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而稍早韓國瑜也在管制區內 先接受了媒體採訪 來聽聽他說了些什麼 受媒體採訪韓國瑜表示 在得知郭台銘投入黨內參選 也相當高興 還不斷稱讚郭台銘是個人才 但對於自己到底 有沒有一角逐總統大位 則是說目前還沒有這個打算 而受訪結束之後 他也跟著妻子李加分 沒走一般旅客的出境通道 而是領域通關之後 拿完行李從側邊公務門出來 一出入境大廳 外頭是不少的韓粉 已經在現場等候 韓國瑜也爬起來 和支持者媒體簡單質疑之後 便跟隨行警腳步 從側門出口緩慢離開 隨後也搭高鐵 預計8點50分會回到高雄